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恩变的一部剧《白蛇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暗黑版的格林童话 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颠覆了你对童话故事的想象 可以说应该是连成人听了都毛骨悚然的变态故事 具体讲了什么咱们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 再说到《白蛇传》 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许白素贞没有那么善良美好 而报恩非要以身相许 也许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呢 白素贞报恩为何要以身相许呢 在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说 许仙在前世时曾经救过还是小白蛇的白素贞 小白蛇为了报恩 于是在修炼有成后寻访许仙 后来两人因为下雨在西湖相遇 许仙又有戒伞之情 两人一来二去呢两情相悦 于是白素贞就以身相许嫁给了许仙 其实啊 这段阴游只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导演和编剧 为了将《白蛇传》改编成是个当代人看的一个 言情偶像剧而增添的一个情节 事实上啊 白素贞并不是真武大帝麾下的蛇将军 他师父呢也不是离山老母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真相啊 白素贞就是个妖女 她看中了小鲜肉许仙 于是主动以身相许 白蛇传的故事啊 最早出现在明朝 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就有记载 在清朝 又有人将其改编成雷锋塔传奇 在这两部书中啊 白素贞就是青城山一条修炼千年的蛇妖 看似貌美如花 其实啊 心如蛇蝎 谎话连篇 两人在西湖第一次相遇 白素贞就色诱许仙 且看原文 那娘子和丫鬟 仓中坐定了 娘子把秋波平转 瞧着许轩 许轩平生是个老实之人 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 旁边又有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 也不免动念 本来两人啊 只是同传 以许仙的性格只是通瞄几眼 白素贞啊 却主动搭讪 并且要了许仙的伞 还问长问短 聊过的许仙 无私乱想 原文又道 当夜思量那妇人 翻来覆去睡不着 梦中与日间见的一般 情意相浓 不想金鸡叫一声 却是南科一梦 正是 新元一马 持千里 浪迭狂风 闹五更 本来许仙第二天呀 去拿回伞来 两人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偏白素贞借口 许仙的伞 被别人借走了 于是又有了下次相会 如此三番四次 白素贞就主动提出 自己要嫁给许仙 为了锁定许仙 白素贞下了许多功夫 甚至不惜 动用妖法害人 他为了让许仙 能够有钱赢取自己啊 让小青去偷官府的银子 事发暴露之后 许仙被牵连坐牢 后来又流落他乡 白素贞主动来投 与许仙结婚 出钱给许仙开药店 为了给药店增加生意 不惜又让小青 到各处井水中投毒 逼着百姓 到他家的药店 买所谓的灵丹妙药 当然 白素贞确实是爱许仙的 否则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去摇池王母那里 投灵芝草 不过 许仙对白素贞 则是一半贪恋 一半是畏惧 美色当前 有几个男人 能够管住自己 结果 许仙一次次被坑 一次次发誓 又一次次接受了白素贞 后来和尚来降妖 若我们换个立场 就会发现 人家做的并没有错 人妖疏土 本来就不应该结婚 结婚的话 人类必然早死 人家法海是替天行道 结果佛高一尺 磨高一丈 法海反倒 一度被白素贞搞得灰头土脸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包括蛇精在内各种妖魔害人的传说 如唐代传奇小说中的《白蛇记》里就说了呀 一个白蛇成精化成美人 迷惑好色之人 然后将其吃掉的故事 小说强调 万万不可为色欲所迷 以及人妖不可共居的道理 在明清两朝 白蛇传的故事 依旧是警戒诗人 莫要贪恋美色 到如今呢 白蛇传主题大变 变成了追求爱情 法海反倒成了怀战 这到底就是真实的爱情故事了 虽然不像暗黑版格林童话那样颠覆三观 但依旧觉得痛失了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不过赵雅芝阿姨的美永远在我们心中 那才是最美好最善良的白素贞 好了 今天沐星说就到这里 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